人这一辈子通常都不会一帆风顺 秦国的国君秦宪公迎师席 这一辈子就不太顺 论出神正经的王二代 可惜十岁的时候他爹死了 家产又被他大爷抢了 可怜的迎师席在敌国卫国一躲就是29年 硬生生的熬死了他大爷两代人 直到家产交到了他年仅两岁的表弟迎娼首领时 迎师席的机会终于来了 联合在家里的内应庶长改 夺回了已经被败的差不多的家产 重当国君的秦宪公奋发图强 努力的攒了18年前 转头呢向收留了他29年的魏国开刀了 六年打了三次 而这第三次战争也是秦宪公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公元前362月 秦宪公亲帅不齐二十余万 大举进攻河西要塞少两亿 魏国则以丞相公输所为徒帅 举重兵二十余万 灵机秦军一场决定天下格局 更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生死大战 骤然爆发 首先登场呢 是秦军齐军方阵 年鱼六旬的秦宪公一声令下 秦军骑兵奋力的象征 魏国的铁甲方阵发起了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不断有人落马 可秦军无一人后退 终于呢 用血肉之躯 冲散了魏军的铁甲方阵 与魏军绞杀在了一起 另一边是秦军的步兵方阵 一群身穿各色不衣 面无菜色的农夫 拿着简陋的武器 义无反顾的冲向了魏武族的阵营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其中甚至还有十多岁的孩子 看来秦军为了这次战争 真是下了血本呀 他们就像一群恶极乐的狼 哪怕身负重伤 也要和魏军换命 秦帝苦憾 但秦人无畏 一天的战事已经结束 战场上尸横遍业 秦日轮到魏国新来打扫战场 这时一个白衣青年出现了 他在战场上来回奔波 还不时的告慰 牺牲士兵的亡魂 要拿了狮子架呀 估计就能当牧师了 他从士兵身上拔下剑 仔细的研究一番 研究完后呢 在竹简上写下 秦人食草 秦人可畏 八个大字 直到听完他和他老师 魏国统帅公书挫的对话 我们才知道 这位白衣牧师呀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现在呢 他还是一个叫做魏央的忠树子 魏央感慨地告诉老师 救救烈士 天地难民 是啊 面对当世最为精锐的魏国铁甲军 秦人竟在缺一少时的情况下 和魏国达到近乎一比一的战损比 简直是个miracle 而公书挫呢 还以为弟子在给自家军队打call 你说的对 我也觉得咱们打的贼猛 老师 我说的是对面呀 对面 公书挫头上冒出了一小队问号 我辩查秦军师 致命上都在前选 他们面对天下最精良的铁甲方阵 强攻剑 艳皮却眨也不眨的 前赴后继 死不回首 魏军作战不是秦军 是秦国 秦人 公书挫无语了 憋了半天 说了句 小魏啊 你想在咱这边混 说话得注意了 魏央刚夸了秦军两句 就直接被老师给黄牌警告 还未等小魏同学表忠心呢 就听到幕府内号声响起 原来啊 是每日例会时间到了 魏国统帅公书挫首先发言 那个今天弟兄们打得不赖 但是呢 距离咱们的目标 还有一定差距 大家说说 咱们怎样才能实现 下一阶段的目标 用什么方法能够击败 并消灭秦国呢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啊 咱们把秦国灭了 这几年不都是一只秦国在挑衅吗 老将军满心期待下属献策 不料老将龙骨直接甩出一句 不是我说老将军 打仗你是真的猜 要向秦国被打败 还得战神旁娟来 你说这货是不是缺心眼 这种事想想就好了 不知道这犯上司的大忌吗 换作一般人啊 不给你判个扰乱军心 都对不起你这份耿直 公书挫呢 确实不一般 直接呢 没理这二货 真不愧是能做到成像的人 老将军正在尴尬的想 咋把话圆回去 一声 打断了老汉的思路 人在倒霉的时候啊 喝凉水都塞牙 就在老将军郁闷的时候 军事来报 援兵主将公子昂来了 这时候大家都纳闷的 刚打了一天 又没有人求援 这来了援兵是什么鬼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 公子昂的声音传进门 出战不胜就是败 无灭秦国就是败 出战不胜就是败 无灭秦国就是败 公子昂一出场啊 就把满场的人喷了个遍 一刷刷你们 都打了一天了 都没把秦军打败 就这素质 咋灭秦国 秦国都灭不了 你说你们有啥用 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去 恕我直言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大家一听啊 直接就怒了 要不是老将军按着 估计就要群殴拱脏了 他妈屁 抢功就抢功 还非要踩我们一脚 要不是看待你哥是大老板 早揍你呀的了 拱书所一看呢 直接甩出一句 又看又up 又看都逼逼 哪知道呀 这位魏国出了名的草包公子 竟然提出要亲自统帅 魏武族方阵 不过呀 他用那能把死人说活的 高级诡辩技能 把大家忽悠的无话可说 方阵的将领呢 竟然都被他给说服了 发誓要跟着他干 老将军为了稳定军心 从大局着手 也只好先答应 让他统帅 魏武族方阵 公子若能灭敌建功 统一号令又有何妨 中军司马 交出兵服应信 就在草包公子得意忘形的时候 中树子魏秧呢 对整个战局提出了质疑 他分析厉害 提出修守春战的战略思想 并说的有理有据 逻辑言解 见识 纵然秦国不灭 也必然退缩隆悉 老将军听了以后 心里颇干安慰 自己这个徒弟没白教呀 不过 公子昂却又开喷了 你可真是个草包啊 你说什么 独占圣旗 疯子 魏秧的分析 草包公子是一句没听 虽然呀 老将军认同魏秧的观点 不过呢 太有难言之隐 最终魏秧的建议 并未得到采纳 可惜呀 魏国不知道的是 秦国的情况 比魏秧分析的还要差 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 欢迎留言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